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佛友见面会 距离去年的香港法会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如君洪台长 让我们有机会 从世界各地来到香港 汇聚一堂 共瞻伐喜 共同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在这里 首先让我们衷心的感谢 为本次盛会 心情付出的伙优们 义工们 以及来自世界各国 共修组的同修 谢谢大家 大家请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当抽到您的号码时 请到台前准备 卢台长将为您解答 玄学方面的问题 本次见面会中 不设置看图层环节 但卢台长会跟进您的情况 给您特别的建议 卢君洪台长慈悲 心气众生 本来洪法组委会考虑到 台长今天才刚刚下飞机 千里迢迢 根本没有一刻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劝台长 尽量多多休息 但是台长 心中想着众生 心中想着大家 坚持要来会场 为我们做现场开示 台长说 自己本来就是为了众生而来 又怎么可以舍下众生呢 所以虽然今天上午 才刚刚抵达香港 但卢台长还是不辞辛苦的 准备了和大家见面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 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本来啊 本来啊 那个 是因为这五月一号 是有这么一个法会啊 所以呢 但是呢 台长考虑到很多的 我们的佛友啊 就是 我喜欢跟台长一起聊聊 实际上呢 台长呢 也是跟大家的心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 你们这么远的路来看台长 就像 我们说 就是心里啊 台长的心里啊 真的是很感恩 我首先感恩的是 观世音菩萨 也感恩我们的 这么多的法师们 高僧大德们 前来祝援 谢谢他们 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众生 因为 佛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佛 众生开悟了 他其实就是佛 而 菩萨佛 如果 迷惑了 他就是众生 所以 大家不要小看自己 大家要记住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缘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心 我们活在世界上 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必须 要做出菩萨的行为 说出菩萨的预言 我们要做人 就要像 做的菩萨 我们要人成 继佛成 常言说 有缘 天理来相会 大家都是有这么的佛缘 把我们大家紧紧的聚在一起 这就是缘分 我们说在生活当中 有善缘 有恶缘 但是 我们今天 所有来的人 大家告诉我 感动 还让心里 看见这么多的老妈妈 老婆婆 有的两三天之前 就坐火车过来了 又在机场 等了一个晚上 我心痛啊 我心痛啊 我想着大家 我难过 我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 你救救众生吧 众生需要你啊 说了一句感动的话 我还要说一句开心的话 因为你们在机场上 欢迎台长的时候 你们鼓掌也好 叫台长也好 我觉得 声音 声音比飞机还要响 谢谢大家 真的很想念大家 一年了 每个人都在变化 每个人的性格都在变化 念经念了之后 使自己的身体 行为 语言 和自己的个性 都在改变 这就是学佛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学佛 学了什么都没有变化 他学什么佛 学佛就是要变化 我们说 不懂得学佛的人 叫命运 而我们学佛的人 把两个字要盯过来 倒过去的说 叫育命 我们不认命 因为我们的过去 我们没有学佛 我们不懂 我们造了很多的业 我们的累世 今生 我们做了很多的 不好的恶业 那么这些业 给我们造成了 今生今世的痛苦 我们难道还想让 这些痛苦再延续下去吗 末法时期 大家都知道 灾难 灾难平生 想想看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想告诉大家 有一个重庆的男子 很简单 是昨天刚刚的新闻 不满妻子的离婚 那你跟妻子不开心 你为什么 半夜里撑着他 丈母娘和丈人熟睡的时候 拿起刀 就将他的丈人和丈母娘 就砍死了 而且在边上还留有一首诗 想想看 现在的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想想看 现在的人还有没有人性 现在的人 难道还不要学佛吗 现在的人 我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做些什么 大家把报纸翻开看看 每天怪事 每天的灾难 台长在悉尼跟众生讲过一句话 一个好好的孩子 突然之间晚上 起来 把他妈妈跟他爸爸就杀了 这些你们知道是为什么 你们过去不学佛 你们不知道 只知道是作孽呀 但是这个孽是怎么做的呢 你们看到没看到 这个孩子身上有谁在他身上呢 有灵性 这个灵性让他杀他的 爸爸妈妈 台长有这个功能 我也说 有时候也是挺好玩 我看到很多的报纸之后 我有时候总喜欢看看 他们前世 为什么 你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前世 他的爸爸妈妈 就是他的孩子 前世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把这个孩子赶出去了 这辈子就来报仇 报怨 你们看得到吗 你们知道吗 这就叫道理 在这个人间 要明白 我们活在人间 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 因果呀 就是因果 我们今天学习博法 就是学习因果 因为我们懂得了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如果我们不懂得因 我们就没 就永远会尝受这种恶果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种什么因 所以菩萨 为因 众生为果 菩萨是没有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菩萨已经考虑到 我会得什么果 而众生是 我做了再说 然后结果 然后结果来了 关进去了 枪毙了 那个时候才害怕 所以我们今天学博 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理念 我们就不能再做英国的奴隶 中国的家山县 七岁的小女孩 在街上闲逛 突然之间有一个外地人 就跑过去逼问他 你家住在哪里 然后就把他 勒死 扔在河里 我讲的这个都是最近这两天的事情 大家想想看 人心已经到什么程度 你养了一个好好的孩子 你敢不敢把他往外放 你敢不敢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要求大家好好修行念经 我们如果不靠菩萨保佑的话 我们靠谁 如果这架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 突然之间要失事 你叫谁 你能叫谁 只有叫观世音菩萨 我们在西方 澳洲人就叫My God 我的上帝 实际上就是一样的 希望神灵菩萨来保佑我们 所以今天 有机会 台长带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家 在人间救度众生 大家要明白 度众才能度己 救人的人 才能救自己 人情脏脏 是直播 现在的人情 已经爆到什么程度 现在人 我对你不好 你一定要报复 你对我不好 我一定要报复 人跟人之间 没有什么感情可以演 都讲钱 今天 如果你孩子有钱 你本来是他的奶奶 现在要倒过来 你叫他奶奶 为什么 他有钱 现在的谁 爸爸妈妈还敢跟孩子说真话 还是孩子敢跟爸爸妈妈说真话 因为现在的人 因为现在的人没有人敢说真话 很多的孩子 有钱 爸爸妈妈跟他发了几句脾气之后 孩子就把钱 停着 这个爸爸妈妈就没有钱 所以 现在人跟人 没有真话讲 这个就是为什么 台长要用白话火法 来营救 我们这个人的心 这个心 能够营救回来的话 我们这个人就有救 如果我们这个心 不能营救回来的话 我们就没有救 我们说 人修心 修的是什么 就是这颗心 所以 一定要 借假修真 把我们身上假的 身体上的毛病要去除 把我们真诚的心修出来 多一点善良 多一点佛缘 多一点慈悲 这样的话 你活在世界上 你才能活在人间天堂 那么 心在变 心每天都在变 那么 要让 环境变 而心不变 这就是很多 学佛人都懂的 静转 而心不转 现在的人 是环境一变 心就变 真正聪明的人 是环境再怎么变 我的心 永远不变 这样的话 你才能驾驭这个世界 今天 这个事情发生了 明天 那个事情发生了 你就跟着跑吧 你就跟着变吧 变到最后 你什么都找不到 什么也摸不着 我们今天 学佛也是的 今天有事了 求求菩萨 拜拜佛 今天没事了 你也不离菩萨 你也不拜佛 也不拜了 庙也不去了 师父也不见了 这个人就学佛 很难学好 所以学佛要精进 而且学佛要懂得 一个真理 那就是悟 如果这个人 能够悟出来 他就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才能开悟 开悟的人 才有智慧 如果说这个人 整天烦恼 这个人 能有智慧吗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就能够 一定是开悟的人 如果不开悟的人 还在烦恼的人 他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你们今天 在座的下面 这么多人 如果你们还有烦恼 对不起 你们就是没有开悟 没有智慧 菩萨会烦恼吗 想得通的人 他就是菩萨 想不通的人 就是不开悟 台上今天叫你们 就是把过去的一切 全部忘记 要你们想得通 想得通就是开悟 你们就能成为菩萨 你们愿意不愿意做菩萨 愿意做菩萨 为什么家里 这么多事情忘记不了 人家师傅 想得通 你们怎么想得通 加个工资 这里弄一点事情 那里弄点事情 哎呀 我想修心 我想学活 我就是甩不掉 要记住 像电脑的病毒一样 人把不开心的事情 今天恨他 明天恨他 今天嫉妒他 后天对他不好 什么都记在心中 你这个电脑里边 记进去的全是病毒啊 你这些病毒在心里 越积越多啊 等到有一天 你不就死积了吗 电脑不就死积了吗 你的心脏不就出毛病了吗 人的心就是这个 台长要讲一句了 今天我看你们 这么多人在挤在一起 台长真的也是很心痛 本来呢 我想借这个六楼的 一个剧场很大 明天晚上就有了 那么因为呢 因为这两天呢 本来是因为借不到 这个大剧场 只能在这个小剧场里 所以难为大家了 台长呢 真的也看见大家 真的很开心 你们能够聚在一起啊 就是人才啊 所以有句话叫 人才 积极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叫梦游人生 我们像做梦游人生 我们像做梦一样 不是城市的城市 那是灰尘的城 很脏的地方 我们生活在城市 生命我们不由自主 这是台长跟你们讲的 我们的生命控制不住 我最近太多太多的人 叫我看病的时候 他们只要抱出来 路台长啊 我身癌症了 我马上就给他看 看出来之后 我跟他说三个月 四个月 我心里难过 因为我就讲出这四个字 叫生命啊 叫不由自主啊 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们很可怜 我们人很可怜啊 那么很多人说 我们谁甘心呢 很多人在人世间 惊涛骇浪当中 为民为力的臣服啊 今天为民了 明天为力了 为了一点钱 拼命的去搏斗啊 跟人家争啊 跟人家去斗啊 为了一个名声 跟人家去打呀 打官司 所有这些 我们就像一个人 飘在水中一样 层层浮浮浮 上上下下 到头来是一场空 一场空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 如时空幻象 时空幻象就讲到 现代的科学 就是思维空间 时空幻象 就是像你看到的 但是又没有的东西 叫时空幻象 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看见了 一会儿又没了 你们今天晚上 所有在这边 你们都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台长 待会儿结束了 又没了 对不对 叫时空 那是幻象 今天你们看见台长了 对了 我在这里 但是一会儿又没了 我们顽强的上演着 永久的悲欢离合 你想想看 你们哪个人没有悲欢离合 你们的生命不就在悲欢离合当中吗 你们生出来了 开心啊 一个小宝贝出来 爸爸妈妈过世的时候 难过吗 伤心吗 悲哀吗 对不对 很多孩子养大了 离开爸爸妈妈了 又难过了 所以很多母亲 不肯把孩子嫁出去 不肯把孩子 娶回来 什么道理 因为他觉得孩子是自己的 他觉得这个世界也是他自己的 试想一下 什么样的东西留得住啊 你们告诉我 什么样的东西留得住啊 在人间 有什么东西留得住啊 唯一的 就是你的 慧命和你的慧根 大家听得懂吗 真正的跟大家说佛法 台长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说佛法 因为星期五 二九 不是 五月一号 有会来很多 各界的人士 我不管他哪界人士 我要讲得稍微 不能太深 今天呢 你们在座的呢 已经是学过一点佛的人 所以台长把你们稍微呢 有浅度深的 稍微给你们讲一讲 实际上就是把深奥的佛法理论 和我们层层实实的人生结合起来 我们要把人就要做得像菩萨 我们就活在人间的活佛 就是人间的活佛 我们要开心了 人间有六道 你们没有看见过 台长在地府看见 下面也有六道 并不是说在地府都是受苦的 你们不知道 你们没有看见 只不过他们的天真的很可怜 他们没有 他们的白天你们看见过吗 他们的白天 你们看见没有太阳的时候 如果我们白天是阴天啊 昏暗的天 这就是地府的白天 他们的晚上 暗到什么程度 就是身手不见不知 如果看见一盏灯 也就是周围全是漆黑 所以你们如果想到下面去看看 你们跟台长好好学 我会把你们带到上面去 我也会把你们带到下面去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上去还是下去 山东人讲这个字 上和下 经常分过清楚 好玩的 台长这个人把你们都当 自己的亲人 所以我喜欢跟大家讲讲笑话 这个空城记里边 那个有一个山东老伯伯唱空城记里边 说那个诸葛亮 在马上 到底是马上还是马下呢 诸葛亮在马上 在马上 人家说你到底是上还是下 下啊 下还是下 下啊 到底在马上还蛮下 不就是马上吗 马上不就是马上吗 不打 现在人学法要发起充满 现在人学法要心中有佛 我们心 人的心 一动 要记住 马上 因缘就开始动 所以台长跟你们讲 一个人说 哎呦 这个事情我去做好吗 好了 因缘就到了 所以心一动 因缘 马上就开始动 如果你动得正确 你就是智慧 如果你动得不正确 那么你就是邪念 妄想 那就听得懂吗 所以心动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要乱动啊 所以为什么菩萨 叫我们借定会 为什么叫我们借贪真吃 对不对啊 为什么连意念犯罪 它都是犯罪啊 你今天说我入货银行 看到银行了 哎呀 我抢一次行吗 你就是犯罪了 对不对啊 你连意念都不能有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 如果家里 怎么恨死他了 这个人跟我在家里 怎么我真的冤解了 我有时候真恨不到了 我真恨不得怎么样怎么样 好 你这颗 种子 你这颗灭障 就进入了你的八十天中 然后等到哪一天 它一定会发芽 会长大 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不知道 到了晚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生病了 突然之间不好了 造车祸了 那个这个时候 就是你自己造的因 来过了 所以意念都要当心 所以台长说 种瓜不一定得瓜呀 种瓜可能得瓜 不种瓜而得瓜 那一定是偷来的 或者借来的 那也连本代息要还的 听得懂啊 以为了 求求菩萨 我没有钱 菩萨你保佑我发财啊 试试看 你试试看 你能求到 所以台长今天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台长跟你们讲的 三大法宝 里边有一个放生 对不对 对 放生 今天讲一点精彩的给你们听 有数量 很多人就知道放生 不知道数量 台长今天告诉你 有个量 量变达到质变 放生一万 就可以超出 八难 放生五万 就可以免堕沉沦 所以就不会往下 很慢啊 我看很多人又想放得多 又不肯花钱 说放的鱼这么小 要大一点的 大家听得懂吗 不能太小的 放生十万 放生十万 后面四个字想听吗 极乐国土 这种事情啊 我告诉你 不是要告诉我 所以我直接讲给你们听了 所以你们开心了 对不对啊 要好好学啊 还有呢 想听吗 想 接下来厉害了 放生一亿 我 大家开心不开心啊 放生一亿 菩萨随意 你就可以做菩萨了 因为你能够放一亿的人 把什么都放下来的 你们听得懂啊 放生 无数亿 哈我的妈呀 无数亿 得什么果报知道吗 轮回 永断 告诉你 你就不要担心 再下去了 明白了吗 所以 求来的是假的 修来的是真的 我们天天在修心 我们就是靠着自己修 所以台长现在 能有这么大的法力 我也救不了几个人啊 今天在机场 刚刚在后面一个老妈妈过来跟台长顶礼说 台长啊 我刚刚在机场上的时候 我腿都站不动 浑身酸痛 结果他说 你一握手之后 他说我马上热了 他说马上腿就 这里毛病就没有了 但是一个人 你只能救几个人啊 那观世音菩萨就算千手千眼 他也能救千万亿万人 但是要记住 还是靠我们自己 要记住 真正的菩萨是靠我们自己来做的 观世音菩萨 把这么好的法门 把这么好的菩萨的这个佛法东西传给你们 靠的是你们去做呀 靠的是你们去修 你们得呀 并不是菩萨得 只有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你们才能在这个人间永住 你们开心吧 开心 能够天天晚上跟台在一起 我正想每天晚上跟你们系列开始 这个没有 我们要记住啊 有的必然归于没有 没有可以修到拥有 明白了吗 比方说我们今天有钱了 我们时间一长 我们又没有 我们用完了 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从小养大 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们父母亲离我们而去 我们又没有 我们把孩子养到16岁18岁21岁 我们的孩子离开我们了 我们失去了 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修心 我们可以拥有 我们拥有什么 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拥有佛心 我们拥有了佛心之后 我们就拥有了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所以修心是真修 不是假修 不是临时的得到 而是永久的拥有它 所以台长最后再跟大家讲四个字 能知此理呀 必定有福 今天是释迦摩尼佛的诞成日 也是个大日子 我们伟大的释迦摩尼佛 把佛教传到了人间 我们所有的人都感恩他 那么大家现在念小房子 那么很多人说 这个小房子我没听到 没听到 这小房子 有人还说了 那个佛法对小房子怎么看呢 台长告诉大家 这位同修梦见了 释迦摩尼佛 说他要他多念小房子 多储存小房子 同时他还看到很多其他的佛菩萨 全是金光闪闪的 还有一次梦到普贤菩萨 拿着火轮对着听众的脚心照 醒来之后觉得脚心特别热 这是菩萨给听众在消灭上 之前台长也曾经看过图灯说 这个听众的脚会出问题的 大家想不想听当时的录音啊 好 播放给大家听一听 对 然后前面有一次做梦 就就是门口有一个 所以当时一所好像叫我 你要做你一种小房子 就储存你的小房子 这应该好吃的 然后我就把门开下来去看 那晚上前面有一些 在那里吧 好多菩萨 就是非常微博 你没有说 还有好几个菩萨 我就一排一排在走 走过他家在动 对 就是金元这的 然后前面有一种 如果是看造的那里 我就问旁边人 这里边是什么 他就是关心扶宅 先生你知道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啊 你看看看 我们这个小房子 跟释迦牟尼佛都说 叫你多储存一点 你现在就知道了吗 很多人都以为了 好像这个小房子 是关心扶宅 这是人间的想法 这是人间的 可是他真是让我们 也有多个人的想法 看见了吗 你当时的感觉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跟你讲的 对 你看见了天上全是菩萨 对不对 对 好多金的菩萨在送 你看看 实际上佛祖就是在提醒大家要储存 因为接下来有很多的灾难会来 所以需要储存这小房子 听得懂吗 真的吗 好多金的菩萨在上全是菩萨在给你消灭障 你看看那是普贤菩萨在给你消灭障 哦 你的脚以后可能会瘸掉或者会里边找东西 现在就是因为你念了 礼佛当时会闻着是普贤菩萨在给你消灭障 我因为你一照我看过出彩的脸所以我脚不好 太厉害了 谢谢佛祖 谢谢观心菩萨 大家知道实际上真正菩萨的心不是我们人间的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拜佛用我们的心去想到观心菩萨的心 实际上这就是人心 你要想想佛心是怎么想的 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佛要怎么样学 我们要用佛心去做任何事情去想任何事情 那么你就是佛菩萨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学佛的人他一定懂得这些东西 所以聪明是没有用的要有智慧啊 聪明是计量利弊得失啊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能克服一切困难 因为他看了站得高他看得远了 他这样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在飞机上的时候看着汽车像蚂蚁一样在爬 对不对 小不小啊 对不对啊 但是你们当时坐在汽车里 你们觉得大不大 我们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很大 以为自己很高傲很大 但是想想看 在飞机上看我们就这么小 有时候开车抢到 还要安喇叭心里还不开心 想想看菩萨在天上 看我们就是这么看了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应该站得高看得远 我们才能放得下呀 如果我们天天自己坐在汽车上 以为我的汽车是最大的 因为我是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人 这个人能修得好吗 境界能体的高吗 所以真正学活的人要有修的是智慧 而不是聪明 明白了吗 聪明是占人家便宜 一个人整天想占人家便宜的 就成为小人 一个人整天想到吃亏的 他就是 什么 想一点啊 如果这个人整天想吃亏 帮助人家 他就是圣人 听得懂吗 因为想到众生 想到人家的人 他是圣人 整天想到要占人家便宜 就是小人 所以你们想一想 你们一生做了多少个小人 做了多少个圣人 你们还要不要做圣人啊 我们要好好地学做圣人 我们要受戒 那么怎么样来受戒 受戒 因为当佛祖要涅槃要走的时候 佛祖他的弟子就问他了 说我们以什么量跟着这个佛法学 佛法说以戒为师 这个戒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不能戒 这个人就不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能够有守戒的人 他就是一个菩萨 要明白 我们活在世界上 如果想做什么 我们就去做什么 你说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凡人呢 我们想做什么 看着汽车 红绿灯 我们就要开快车 我们就要出去 好了被人抓起来 对不对啊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戒 今天太太跟先生两个人吵架 克制住自己 我是菩萨 他不是 他在学 我已经学得很好了 是菩萨能跟他吵吗 能骂他吗 能掏心窝子 能骂得很厉害 在上面去骂他吗 实际上 撇开灵性 咱们不说 就是单单的吵架 你都不能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是要学会克制 那就叫守戒 有时候大家知道 有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孩子很小 有一个小孩子很小 那么爸爸呢 这个一百块钱找不到了 一百块钱找不到 结果呢 就问孩子 你的钱 你看到我钱吗 小孩子说没有 爸爸 找啊找啊找 最后在小孩子的衣服里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 爸爸是怒不可恶 冲上去一个嘴巴 实际上我们坐在这里的人 很多人都说过这种 有时候小孩子玩了心重 忘记了放在口袋里 一个嘴巴打过去之后 你知道造成什么后果吗 造成了就是 把这个孩子耳朵打熔掉 爸爸后悔啊 难过了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守戒 不能打 不能做 有时候该做的不能做 该想的都不能想 该看的不能看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孔父子讲的 独家教育 非理无言 非理无动 非理无听 对不对啊 不是在这个理上的 我们就不能去做 我们想想看 我们现在做了多少 不在理上的事情 没有道理 还要找出道理 现在的人明明做错了 就是不肯说个对不起 所以台长 你们跟着台长学伯 我首先要叫你们讲自己错了 我对不起 你们肯不肯说 忏悔就是消灭障 到了人间就是来消灭障的 因为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灭障 你吃的苦越多 你业障消的越快 你吃的苦越大 你消的业障越大 所以能够吃苦的人 就能消业障 佛法界讲叫 忍辱才能精进 台长用这种白话 来跟大家讲佛法 就是让更多的我们的普通的没有学过佛法的人 能够更好的理解佛法 能够知道佛法能指导我们的人生 现在我们的人就是迷失了很多的方向 所以要找掉 找到这条路 所以台长就是让大家能够找回自己这条路 找回自己这条道 这条道就是佛道啊 所以我们迷失的太久了 我们赶快要找回自己的母亲了 台长经常把观世音菩萨称为我们的母亲了 在四月八号 我在悉尼市政厅讲佛法 我问了观世音菩萨 我说有一个人问我说 台长我们这么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知道不知道 他要我问观世音菩萨 台长就问了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当时讲了几句话 很多人都感动得流泪 观世音菩萨说 孩子在叫母亲 母亲能听不见吗 所以我们要想有福德 你们想要求什么 灵什么 不是要有福气吗 要有德性吗 你们知道要把自己福分修出来 把德性修出来 修得好 你们要堵漏洞啊 你们的漏洞是什么 就是要靠戒来管住他 所以你才不能不会漏掉 所以守戒就是要堵漏洞 而且把自己的妄想要去掉 因为我们说妄想是贼 所以一个人很会妄想的人 就是任贼做父 心心妄想啊 想不到的事情就想做呀 很多人哪 真的 天天去买六合彩 还以为自己能种六合彩 问问台长吧 怎么样能种六合彩啊 台长傻傻的 心想失诚 心想失诚念什么经啊 你看 就有一个人 我们悉尼就有一个人 跑到去买六合彩 眼睛一闭 念什么 念准提神众 你说他 刮得到六合彩吧 该你的就是你的 不该你的 你求也求不到 很多事情 世界上的事情 都是靠得远的 不再能啊 不是说你这个事情 能不能做 是你有没有这个缘分 对不对呀 再有能力的人 他没有这个缘分 他也做不到啊 大家听得懂啊 所以你们这么多人 为什么喜欢跟台长在一起 你们自己想想看 台长跟你们讲话 就跟你们是一家人一样 所以菩萨说 世界上的啊 长辈啊 年纪大 都是我们的父母亲 小辈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孩子 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 我们只有一个母亲 那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都是他的孩子 那么 修得越好 德性越大 对不对 对 修得越好的人 德性是不是越大 但是你们 看一看 有佛在的地方 就有魔在 所以 修得越好的人 为什么很多人说 台长啊 我念经念得很好 前一阵子念得很好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念不下去 而且经常有那些 不好的东西 在我眼前出现 很多人都说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在我眼前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 越修得好 他的魔障也越大 大家知道吗 唐僧修得好 到西天取经 九九八十一 我们在人间 我们在修行 我们修得越好 他的魔障越大 所以我们只有 克服魔障 我们要坚持 所以说 我们要坚持 坚持 忍辱精进 克制 好好地修行 我们才能 越过重重障碍 才能克服魔障 大家记得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魔 大家知道 魔不可怕 你们想一想 魔就出来了 什么魔啊 心魔 一件事情 想不通 心魔就出现了 你们知道吗 有嫉妒魔 你们听到过吗 有称魔 你们听到过吗 还有什么魔 知道吗 笑也有魔 哭也有魔 你知道 这个人整天 哭哭哭 哭到后来 会把魔哭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叫你们开心一点 所以台长 大慈大悲的哭 大慈大悲的流泪 没有关系 不要乱哭 不要吓哭 听得懂吗 要笑 开心 用妙法 只要把佛 装进你们的心里 那就是妙法 能够把菩萨 装进你们 每一个人的心里 能够落实到 你们的生活当中去 你们就是菩萨 就是在救度众生 所以不管什么方法 就是要救度众生 就是要把菩萨 装进你们的心 好 那么 实际上 台长呢 讲到这里呢 因为时间关系 你们呢 今天呢 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我 还抽了半天 总是想跟台长要 最好看看图腾 那么今天呢 图腾的时候 放在五月一号看了 但是呢 台长看你们 这么远的路来 那就感应感应 没有办法 因为人啊 学佛啊 他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 因为台长跟你们讲过了 我这个功能不是用在 让你们学佛的究竟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让你们先进入佛门 台长在 不管在哪个国家 我只要去开场法 一千多人 两千多人 当时去的人 听见台长 一看图腾 立马相信 不要你去跟他说 八正道 三规一 不要讲的 他自己 说台长 我怎么办 没怎么办 念经去 还没有信佛了 直接马上就先念经了 你说 这个法门 直接叫你念经 有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啊 人家掉在水里了 你说等我救生衣穿好 我再来救你 人家死了 救人了 就直接就跳下去救了 听得懂吗 所以很多人说台长 你跟人家说的 鲁家 佛家 台长都讲 那鲁家的 实际上跟佛家都是相同的 因为 几千年以来 那个佛 传到中国 是由鲁家的思想 做垫底的 如果没有鲁家 思想做垫底 这个佛 道 在中国 不可能传得这么快 讲一点给你们听听 鲁家讲的人 对不对 人一道的人 在我们佛家讲起来 就叫菩提心 这个话筒太差了 一点回音都没有 他台长 赏这个讲一讲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听一个 有一位同书 打了个电话进来 你们都知道台长怎么救人的 打电话 对不对 他问你 台长 看出他的感情上 被骗了四次 被骗四次 当时这位听众 不记得了 他挂了电话之后 他就说 我说他骗了四次感情 他说三次 结果挂了电话 足足想了两个星期 他才想起来 又打进电话 说 盧台长 我真的被骗过四次 他现在信佛念经了 听听录音 谢谢大家 我是太准了 为啥我说你太准了 你还记得 那个2011年的 12月23号 我帮你 我请你帮我 看完之后 你跟我说个太准了 当时我 一想起来 可是我后来挂完电话 我想要报个云 我才想起来 就是说 找悲伤的事情 然后 你说你最早被骗过 有四个 当时我真的 我说你 有四个 我根本就想不起来 然后我帮完电话里 我都玩到那时候 我睡着了 你就跟着做完了 我在想 我会哪有事呢 我踩了踩就踩了 翻了队 又我才想起来 天哪 你说这一笔 后面也真真是是 你太准了 太准了 真的太准了 现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你真的 对我们说出来啊 我告诉你 你自己都想不出来 我都说 因为我看到了嘛 你们自己 你屁股都忘了 你少说一个好一个啊 你做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这么讲话呢 我最近一直一直在面接幸福 我看到了什么 也不想到你多多了 我可能要再一下 我可能因为上面 还有被本人叫骗子 你还有被骗子 我告诉你呢 你们啊 通常呢 我有时候找你们 你们当时都说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传染 我从来不理你们的 我告诉你 我看过了 这些东西讲出来 你让你把你 半个月才想到 我看得太累了 看鼓掌 要记住啊 今天啊 台长啊 每一天晚上都 准备了很多东西啊 来不及讲啊 因为我有 留时间给你们看图腾啊 大家明白吗 不是 讲错了 留一点时间给你们 感应感应 很多人都想 那么希望你们呢 今天啊 尽量少量感应 就是多问一些 比方说 包括啊 做梦啦 还有就包括那种啊 这个佛法上面 佛台应该怎么放啦 或者如何怎么沟通啊 或者怎么样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台长待会给你们解答啊 很多人都修得挺好的 那么台长呢 最后呢 要跟大家啊 比较精彩的 我刚刚答应过大家的事情 我说我今天 跟谁去讲一讲啊 菩萨 菩萨 又给你们指示了 你先指示啊 我真的很开心 我是最幸运的 我第一个听到观世音菩萨讲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观世音菩萨讲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吗 看过西游记没有啊 天赖之音啊 他讲话非常柔和 他讲话声音啊 就是 比方说啊 一讲都讲出来了 就是声音啊 比方说啊 你要 要好好地修行 就这边 荣天火花早就到了 前几天菩萨就到了 我今天知道 在座的下面有很多特别的门啊 真的 所以他们这些人 这次都要跟台长 要见见面 要讲一讲 实际上人啊 哎 每个人都有功能的啦 你知道吗 这个眼睛的当中啊 这个地方叫松果体啊 实际上 这个地方 就能看见很多东西啊 只不过随着人类的进化 他这个地方就关掉了 人类的贪嗔痴 所以每个人都有感觉 你们知道 什么叫感应啊 感应就是感觉啊 你们有时候到一个房子里去看 哎呦 这房子看 一进去哎呦 阴陈陈陈的 不舒服 你们不知道 如果我去看 我就告诉你 这个房间的 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有灵性 对不对啊 你们就感觉哎呦 不舒服 对不对啊 那么为什么 学婆的人 念经人在一起开心啊 哎呀 发起充满 你们很多人都认识 在一起团聚一样的 开心不啦 开心 你们都念经的 所以才开心啊 如果你们下面都是 讲的不好听 都是坏人啊 你说你们会开心吗 大家来 你哪里的 你哪个帮的 你说会开心吗 你今天哥们 都会做什么坏事啊 你想想看 能有法起吗 只有真正的 法起是从里边出来的 心里边出来的 那才是真正的 学婆的法起 明白吗 台长 跟大家 讲啊 生命 生命 由聚静 无名 空性 混沌中开始 一个人的生命 由聚静 就是很安静的 没有声音的 突然之间出来了 无名 活到一辈子 不明白 空性 到了最后 归空 什么都没有 我要走了 混沌中开始 就是说 轮回啊 什么都不知道 生出来 生活 最后 很多年纪大的人 啊 我六十岁了 啊我七十了 哎呀 我要死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就是台长 告诉大家的 不要再糊涂了 然后 从宇宙的空性意识当中 启动了念头 从宇宙就是这个整个世界 啊 释迦摩尼佛三千大千世界 现在已经受到了 英国的著名科学家 啊 啊 啊 这个霍金 他的 他已经证实了 这个世界上 这个宇宙之中 真的有三千个星球啊 太阳系 银河系等等 现在已经发现 有两个星球 适合于人类居住 温度 平均温度是二十一度 但是 现在科学家在说 我们怎么过去呢 如果这个地球 承住坏空 等到空掉了 我们怎么过去呢 我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人 可以从这个地球到那个地方 只有怎么 轮回 如果这个地球没了 那么对不起 你们就轮回到下一个地球开始 听得懂吗 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 实际上台长跟大家讲 你意识当中 空性的 宇宙的空性的 意识当中 你只要启动了念头 你只要念头一动 你一定会有所求 大家听得懂吗 就会有所求啊 一个人一带求了 那你一求就出现了欲望 对不对 求了不就是欲望出来了 有了欲望之后 就使你的意识生命 什么叫意识生命啊 脑子里想的事情叫意识生命 我们比方说有肉体生命 肉体生命我今天去买东西 我去享受啊 我去推拿按摩 那是肉体世界 肉体生命 那么意识生命呢 你们开心笑 身体又没有动 哈哈 开相声 听相声 不就是这样吗 叫意识生命 明白吗 就进入了 如梦幻般无尽的 游戏人生 永远在那边转啊转啊 出不来了 我有一个 佛有一个听众 他告诉我 卢台长我已经结了三次婚了 你看看我还能找到不找到 好像我记得 变化里有过的 你们听到过了没有啊 听到过是吧 有一个女的说我结三次婚 我说你上当三次 他跟我说卢台长 那你看我第四次 能不能不上当 我说你第三次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讲的 对不对啊 因为你的命中有这个恶缘在 你就必须要还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 要离开 脱离 听到懂吗 脱离用佛家的话讲 叫什么 想一点啊 对 放下 而且还要加两个字 万元 把所有的全部要放下 明白吗 要放得下 这个人才会轻 脑子才会轻 脑子里想的太多的东西 你脑子里东西越多 比方说我们进来这个房间里 全部都是人 比方说你们都是 啊 不大好意思讲你们 比方说你们坐在里面 啊 就是这么反过来讲吧 你们都是好人 好的细胞 全部在身体里面了 这个房 这个这个剧场里 全部放满了 你说有坏的进得来吗 满了进不来的 同样你脑子里全都是坏的东西 你好的东西进得来吗 进不来吧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清空一个仓库 只有空的 他才能装进东西 一个人的脑子 只有清空了 他才能把魔法 存到你的思维和你的精力 好了 准备了这么多 只能讲一张 讲都讲不了 要想听后续 请听下回分层